好,來,各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法師去背的一個實際做法 那有幾個觀念要先建立好 就是說,你現在在去背的時候要注意看 就是說像這樣一張照片 像這樣一張照片 先來看一下 這個後面 這個後面有一些鏤空的地方 這些都是我們在去的時候基本上 要做到很精細的話這邊是很難的 我會把它補起來,把我這些雜毛 我們都是把它 可能會塗掉之後重新再刷過 像這邊也是,這裡我們會幫它補好 那還有這些都可能會有一些破碎 這是我一般比較難處理 那我們都會靠 繪圖版的 跟繪圖筆最後用畫的把它畫出來 好,那 像有些多餘的部分 我們自動就是這些雜毛在去背的時候就直接畫掉了 好,那再來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是暗面的話呢 我們在做色版的時候 其實這邊很難去做區隔開來 所以我們在繪製的時候呢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一定要先使用 這一個叫做筆形工具 去畫出路徑 好,你現在看到藍色的線條 這就是我們畫的那個路徑範圍 幫它圈好 好,這些我都已經先幫它圈好 因為後面其他我們在靠 我們在靠 手繪板 筆刷去補這些地方 所以你看這些多餘的部分 我都已經 不把它圈在範圍內 這些我都等於是把它放棄 我要把它重新畫 我們自己要把這些雜毛 重新去幫它整理一下 這邊也是 重新幫它整理過 好,整理過 好,那這邊你注意一下 為什麼要把它放到 沒有圈到外面方圍 而是圈到裡面的 因為這外面方圍 我們最終是使用色板 來做黑白的區隔 像這樣黑白的區隔 所以呢 我們在路徑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畫在頭髮的內圓就好 這邊也是內圓 這裡是畫在內圓 都畫在內圓就可以了 好,除非遇到像這個 臉頰旁邊下巴這裡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邊界位置 好,這個我們才是需要把它畫明確 好,像身體這個衣服 我們需要把它畫明確位置 幫它畫好 好,這邊畫明確位置 幫它畫好 好,那畫好之後 這是我們的路徑 我們會先使用筆形工具去圈出 你的路徑 好,然後把它拉下來碰一下 讓它新增為路徑1 好,再來就是色板裡面 這個點到紅綠藍 在挑選上的時候注意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路徑對不對 我們路徑可以先不選舉 不選路徑 那你旁邊點一下就不選路徑 你就看不到這個藍色框 我們可以專心在色板上面做挑選 那紅綠藍裡面我們就是挑一下 藍色算是頭髮對比最強烈 所以我們把它拷貝 按著拖一下來 碰一下,新增為藍色拷貝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使用套數工具 我只圈頭髮就好 你把頭髮圈起來 然後做一個反轉 好,反轉之後呢 幫它填上白色 填上前景色白色 好,那就是 Alt加BeggerSpecs 好,填上白色之後呢 取消選舉 Ctrl加D 好 取消選舉之後呢 打開 色階 Ctrl加L 黑色滴管去吸頭髮裡面的灰 把頭髮用到變黑 把頭髮用到變黑 然後白色滴管去吸頭髮後面背景的 白色背景裡面的灰 好,就像這樣 把頭髮變的黑色 好,然後按下確定 好,這時候身體跟有些地方這邊 因為剛才我們有圈的路徑 所以我們這時候把路徑點開 有沒有,這些範圍自動可以補好 那你會注意一下 這邊 我們剛才有講到這邊是陰影 所以好像沒辦法變白色對不對 但這是背景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路徑先產生喔 先按住Ctrl 左鍵去點一下 路徑1的縮圖 這邊敲一下 左鍵一下 就會產生選舉範圍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不要 這邊 我們就要自己 幫他補一下 點到藍色拷貝這邊 點筆刷工具 前景色改為白色 好,那我們選擇 一個筆刷 來把它補好 配合大街小路 沒錯了 先選到外面 反轉到外面 因為我們剛才選人嘛 我們要選到外面 反轉 選背景 然後把這個塗掉 讓這個地方很明確出來 好了之後呢 再反轉回來 最後換選到人的身體 好,那這時候我們把人的身體填上 黑色 黑色為背景色就是 Ctrl加Delete 加PegSpecs 填上黑色 好,填上黑色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樓空的地方是 白色 白色 這邊是 要樓空是白色 所以我再做一個翻轉 翻轉這個地方 幫他塗一下 這是白色 這邊都可以後面再補 好,那這是一個人的型 現在我們再取消選舉 Ctrl加Delete 取消選舉 好,那我們如果 在色版或折色片裡面 要選到 我們的 主角人物的話 必須是填上白色 所以我現在要黑白色交換 就是要點選 副片效果 Ctrl加I 黑白交換 好,那這個就是在色版 在折色片裡面 只要是白色 就是可選舉 可看見 好,那我們點回RGB的時候 點到圖層 好,那我們就是記得 你原本的圖一定要按下 圖層 新增 拷貝的圖層 Ctrl加Z 或者Combin加Z 拷貝一個圓圖 好,拷貝好 拷貝好之後呢 我們再點著你拷貝的圓圖去進行 因為這個動作目的是為了保留你不要破壞圓圖 好,拷貝個出來 就算你這個弄壞了 你還有圓圖在做 好,選舉裡面 我們要載入剛才做的色版 從這裡載入選舉範圍 好,找到我們的 藍色拷貝2 好,好了 抓一下確定 那這邊有個反轉喔 如果剛才我沒有做黑白交換的話 這是你最後的機會 你勾開去就交換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 因做了黑白交換 我們這樣確定就可以 好,現在有選舉範圍 那有選舉範圍的時候呢 我們要進來做調整 我們會用這個工具叫做選舉並遮住 好,它在 之前CS6版本叫做調整邊緣 那這個叫做選舉並遮住的改名 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我的習慣是使用覆蓋這個紅色底的 來看 好,那現在這邊的調整呢 基本上 我們設一下語化就是兩個像素 好,那 這邊的對比呢 我給它用一下 15 這邊調多少都有限喔 那調一邊緣的話 我往外擴一點點好了 嗯 拉拉看 你拉這拉桿看你要多少 這樣太多了 縮進來一點 因為你只要變 正號的話就是往外擴 那如果 鋪號的話就往內縮 好 好,通常你給它往內縮一點點 好 這個好了之後呢 你看到旁邊那些 你說 要再幫它補一下 像這個 有些白白的地方 我們可以使用 這個 這邊有 然後 左手邊有筆 調整邊緣筆刷工具 定一下 好,然後刷一下 一樣大街小路 好,就是 左銀號就是縮小 這邊刷一下 有些地方呢 把它刷樓空刷出來 好,注意一下這個邊緣 一些白白的地方就會被重新整理過 然後 把它這邊緣就會重新設定 如果要減少就是 調小 調減齁 如果要增加就換加號 身體 好,這個好了之後 好,這個好了之後 我們選擇輸出設定 進化顏色打勾 好,那我要選擇新的圖枕 好,按下確定 好,那它這樣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在它的下面呢 要鋪一個白色的底 好,鋪個白色的底 來看它到底去的怎樣 好,那有些顏色需要做辨識 我會開紅色的 好,像這個是我們剛才刷完的狀況 好,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注意看一下 但是一般 你做完應該都會像這樣去 欸,造了怎麼會像這樣 那人家那樣完整怎麼來 好,那告訴你 人家那樣完整怎麼來 人家是用繪圖筆刷去刷了 就像剛才講我們做的 法師筆刷 然後去慢慢補這些細節 好,那 我們在補細節的話就是 重新幫它畫上頭髮 最後會像這樣 邊界範圍幫它補好 好,把這個範圍補好有沒有 之前,之後 這個頭髮都幫它補好 補好之後呢 有些可能一些 另外一些法師外圍 你再另外補一下這個 好,那我們看一下 用白色來看 這個補完之後這個頭髮 這個髮師邊界外圍就會比較自然 之前,之後補上的 好,那 你看一下 之前 這邊一般同學在做都會做到這樣子 好,那後續我們幫他補上 這頭髮就會完整了 好,那這就是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 做到比較初階 就是像剛才這樣沒有補 那比較進階的做法就是 自己在後面幫他補上這些髮師 好,那完成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好,整張做完就像這樣子 好,那這做完之後呢 當然這過程再刷的話 花很多時間慢慢補 好,然後再參考一下別人 真正的頭髮怎麼弄 補完像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換背景了嘛 就像這樣 把背景套進去 你就可以換不同的場景 好,當然 像這個場景是偏於黃昏 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再補個相片濾鏡 它整個色調就會帶路跟現場氛圍 差不多的感覺 好,這是一般的做法 跟我們後續比較進階 有配合繪圖版的一個 髮師區背的做法 這樣才可以做到很精緻 每一根每一根都是 畫出來的話 這個邊緣就不會那麼破碎 而且是比較完整的情況 好,以上就是一個 髮師區背比較進階的做法 好,你可以試一下 以後就不用擔心說 旁邊會有破碎的問題了 好,那以上試一下吧